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一艘民用气象研究无人飞艇意外飞至美国 按说,中美双方可以共同协调,妥善处理问题 可美国人表现得过于歇斯底里 非说受到间谍气球入侵 最终以击落无人飞艇收场 美军派出F22战机用导弹击落中国无人飞艇 针对美国的不当行为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 奉命代表中国政府就美方武力袭击中国民用无人飞艇 向美国驻华使馆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外交部也回应了 表示将会维护有关企业的正当权益 并保留做出进一步必要反应的权利 翻译过来,就是给中国企业造成了损失 中国将保留追偿的权利 到时候朝你们赔钱 中国国防部回应就显得很有深意了 中国国防部指责美方动用武力袭击中方民用无人飞艇 这是明显过度反应 中方对美方这一做法表示严正抗议 保留使用必要手段处置类似情况的权利 自从事件发生之后 中方已经多次回应 现在中国国防部最新表态不同于以往 尤其是最后一段很有深意 简单分析一下 这本质就是以牙还牙 这次美军F22战机 击落中国无人飞艇之后 打破以往常规规则的行动 解放军也可以针对性的采取行动 之所以强调保留必要手段处置权利 所谓保留使用一词 完全可以理解为 我方拥有选择权 可以像美方一样的使用武力 而处置类似情况 这就是一个相当有学问的事情 南部战区空军的一架 歼10C战斗机 在2019年同样使用PL-10格斗空空导弹 采用盘旋即越声战法 击落了一颗外国的高空无人侦察气球 实际上 对待2万米飞行高度上的飞行物 中国的拦截手段远比美国丰富 除了让歼10C这类战斗机 采用盘旋即越声战法进行拦截外 我军装备的WZ-7型高空无人侦察机 也能够在2万米以上的飞行高度进行飞行 而我国出售给沙特的寂静猎手激光反无人机系统 完全能够在5公里距离上 用激光烧穿无人机的外壳 调递功率之后 可以在更远距离上烧穿无人飞艇的外壳 给WZ-7配上一部简易版的激光系统 就能够对付此类无人飞艇了 当然 也还有其他的办法 比如像翼龙3那样 直接兼容PL-10空空导弹 只不过导弹没办法挂载机翼上 需要改挂载机腹位置 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的场景 就会是在台湾海峡周边空域 而美军的行为给解放军提供了 在台海范围内拦截飞行器的范本 以后 我军可以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 针对美国在台海的挑衅性行为 我们完全可以有样学样 这次美方采取行动的理由为 进入美国领空 借着无人飞艇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完全不顾及中方表态称 这只是一颗用于气象科研的高空气球 由于受到西方带的影响 误入美国领空 本身处于不可控状态 美国完全没有必要击落无人飞艇 连美国官方都承认 对地面上的人们不构成威胁 对美国安全也不构成影响 现代探空气球已经不再用于侦察行动 远不如卫星有效 但是美方依然决定击落 而且三发导弹两发没打中 抛开F22这种五代机打气球的行径以外 既然美方无视我方关于气球的解释 单方面进行定义 那么以后我们也可以如美方一样 单方面对美方的行动下定义 压根部需要听美方如何解说 我方将无人艇定性为合法航空器 这个说辞也值得研究一下 表明无人艇属于受到相关法律法规保护的民用航空器 虽然性能远不及民航飞机 但是这个定位是相当重要 而美方不接受这一理念 那么我方也没有必要接受美方对任何飞行器的定义 比如美国政要专机是否拥有合法飞行器身份 将由我方决定 美方可以将失去控制的无人飞艇称为间谍气球 那么我方为什么不能把美国政要专机视为军用侦察机呢 对其采取的行动也完全可以由我方来定义 而不需要跟美方协商 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都具有单方面的可行性 如同美方采取的行动一样 毕竟执行专机任务的机型 很多时候都是隶属于美国空军所属 例如去年8月 佩洛西窜访台岛时候 所乘坐的波音C40C客机 就是波音737的军用版 所属单位就是美国空军 专门是进行领导人外出使的专机任务 如果从广义上来说 这也是军用飞机 也就是军机 最重要的是 美国人这次给我们打了一个样 那么我们回应中的所谓类似情况 所涵盖范围就会更广 美国可以把无人飞艇视为侦察间谍气球 指责其进入美国领空 我们可以认定在进入台岛空域的美国飞机 构成对中国领空的入侵 台湾岛及周边空域属于中国领空的一部分 这一点无可争辩 那么我方可以 以美方飞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危害 采取美方对无人艇一样的拦截措施 派解解放军军机 对其进行拦截驱离 甚至在必要时将其击落 如此一来 利用我军最先进的歼20第五代战斗机 拦截篡台湾岛的美国政要专机 这是一个按照美国标准完全可行的事情 只要认定美国篡访台岛的专机 对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产生了威胁 解放军就可以对其进行处置 以前可能有所顾忌 现在可以安排上了 完全可以列为备选动作了 在2022年8月 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的佩洛西窜访台岛时 解放军战机虽然升空 但没有对美方专机实施拦截 至多只能说进行监视 解放军战机没有实施拦截动作 距离美国专机最近时 也有上百公里的距离 现在我们却可以放手行动了 而且歼20抵禁台岛 是已经被公开证实的情况 我军飞行员公开表态 可台防务部门从来没有公布过 也就意味着台湾岛上的台防务部门 对歼20毫无探测能力 更别说拦截能力了 必要是可以派遣歼20 直接穿越台湾岛上空 到台湾岛东部空域去拦截 驱离美国政要的专机 不仅仅是一支骑兵 体现战术上的突然性 在战略上也有震慑萧小的作用 甚至为未来解放台岛做实战练兵 而这次美军的行为 利用FR-2击落失控无人艇 整个过程及理由等 给解放军提供台海拦截范本 为什么不有样学样呢 美国已经以行动证明 解放军在台海拦截美国窜台专机 也一样可以合理合法 当然了 无人飞艇与专机有不小的不同 不适合真正的击落 但是进行拦截 半飞以及驱离 都属于可以采取的行动 如今 美国新任众议长麦卡锡 一直被传出消息 要窜访台岛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 提前有所准备呢 美国不会放弃对华挑衅政策 打台岛牌也绝对不会少 近期 刚派遣美国前军政要员进行窜访 后继行动值得关注了 不要以为 美国击落中国无人飞艇 只是一件小事 只是口头上公开抗议就完了 实则为一个分水岭式的事件 改变了许多潜规则 以前中美交锋 都在避免任何直接使用武力的情况 如今美国人不再顾忌 那么我们也没有必要保留什么 争锋相对才是原则 现在美国反华之心已经是路人皆知 不要再抱有任何幻想了 现实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抛弃幻想 准备斗争 持续备战 随时迎战 将是我们未来的主基调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